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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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到台灣問台 今天我們看到新北市這個民調 我請教陳議員在新北市 所以小英家賴清德 未來要多來幾場 有幫助 沒有幫助 因為我想很坦白話 這種首長選舉 你說怎麼樣去拉台那個氣 本身自己強加上政黨的動員 才有用 如果光政黨強個人弱也沒有用 或個人強政黨弱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對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藍綠的板塊對決 只是說在一個小區域的板塊 剛才分析得非常清楚 三重蘆洲是新北維厄綠營的立法委員 綠營的立法委員是單一席式 所以就是過半加一 那不用討論 那我的家鄉五谷 也是綠大於藍 然後再來現在新莊來講也是綠大於藍 那板橋來講 雖然說是五五波 不過還好啦 剛才大家各位有提到說 朱立倫的票如果沒有拉得很高 去補齊他的 因為這不是總統大選 要全國加總 不用 只是說他的面子問題 但是就我個人看 我覺得破百萬 朱立倫破百萬應該沒有問題 我認為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要真的贏到二十幾萬過去的話 那個投票率很重要 不過剛剛各位提到一點 不管現在在新北 民進黨市長的造勢活動或者是募管什麼等等 問人都會說小英來不來 真的喔 不管你是募管或是造勢 念念不忘 對 所以今天小英硬去扛這個部分 假如小英不來 那真的是 更慘 那因為怎麼樣 民進黨看明星的那種效果還是存在 因為我們在基層我們很清楚 基層的議員要邀請的絕對不是朱立倫 不是游錫坤 而是蔡英文 那賴清德去有用嗎 沒有用 那北部人不太熟悉他 我應該來這樣講 我應該講說看熱鬧有用 就是說大家我舉例來講 我們台中也有人找我去幫忙 台南也有人找我 甚至基隆什麼 我說我去沒有用 他們也知道沒有票 可是你來會熱鬧 這另外的效益 那我就告訴他們說 我自己在選舉不可能 如果不選舉 我去幫你們抽熱鬧可以 一樣賴神到新北 小英到新北 因為投票選舉單裡面 找不到這兩個人嘛 到最後只有一個 到時候再比較 大家還有其他五黨籍候選人 當這兩黨的候選人放在一起 就比特質 比他們過去的資歷 那那個時候蔡英文跟賴清德 而且一個晚上的招式 隔天就忘記了 沒錯 要汽水長流 還有三十幾天大家要努力 那在嘉義市的選情 最新的顧問團的民調 也帶你來看 嘉義市的選情 來看到陳寅珍算是後來居上 陳寅珍現在支持度41.3 圖形則34.1 當然有兩成為決定 看好度的部分 陳寅珍37.8 圖形則20.5 未決定的是更多 但重點是 原本陳寅珍的民調數字 不是這個比圖形則好的 那這翻轉的關鍵 施誠 那就是柯P講錯話 對 太美 對 所以我覺得因為 我們來講來講商品 就是說陳寅珍的商品 本來就比圖形則要好 那現在大家要跟柯P講錯話 所以他現在翻轉 本來翻轉 那翻過來 如果圖形則還要再翻過來 這個現在就有點困難 不是 這小英主席難堪了吧 陳主席說怎麼可以好好的 贏面面成輸的呢 對 他本來說嘉義士也要贏的 是啊 小英主席當然要說會贏 人家是當主席耶 是是是